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工作的话说白了真的是大学刚毕业 就是想到北京来找一个既管吃又管住的地方 然后挣点钱 然后没想到一下 一干干了五年干到现在 当听到武汉封城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的每天的过年期间的预定 每天成批量成批量的取消 一周时间吧 基本上已经没有订单了 就是酒店该走的也都赶紧回家了 酒店就空出来了 我们依然选择是开门营业 虽然没有客人吧 我们就是每天安排一名员工 在前台来值班 然后其他员工的话 我们就是大家在一块玩玩游戏 之前的话我觉得确实自己的话也比较瘦 123左右 当疫情之后的话 我自己已经达到了170左右 六月中心基本上随着我们国家已经控制的越来越好 复工复产的话也就是全面展开了 然后可能商务客人越来越多 你好服务员 慢慢在工作中我觉得就是自己动起来 到现在我觉得也成功剪下去了一部分 我觉得在今年年底的话会好一些 但是它还是不能像以前的一样 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60%的客源都属于国外客源 但是今年的话显然国外客源是没有的 可能疫情期间最担心的还是家里边吧 学习几年 然后回到老家 都陪陪父母 然后能在他们身边工作的话 他们也开心 我明天 好 坚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